在面临被美国全面封禁或出售的压力下 TikTok的首席执行官周寿兹 3月23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 接受两党议员针对TikTok用户隐私 数据安全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等问题的质询 这款基于中国的应用程序 每月有超过1.5亿美国用户 由于担心用户数据可能落入中国政府手中 该应用程序可能被中国传播错误信息 政府官员对其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审查 周寿兹在开场证词中强调 该应用与中国没有关系 并表示TikTok重视用户的数据信息是安全可靠的 不应该被美国禁用 周寿兹也向国会议员们表示 TikTok将持续把安全 尤其是青少年的安全放在首位 会以防火墙保护美国用户数据 免受未经授权的外国势力使用 也将持续保护用户的自由表达 不被任何政府操纵 并保持透明 允许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的审查 自美国两家大型银行接连关闭后 美国银行业的信心危机持续发酵 已经有大约5000亿美元的存款 流向货币市场基金和大型银行 更糟糕的是 这一资金流出趋势可能延续 摩根大通将大规模的资金逃窜 归于三个因素 美联储加息 量化紧缩计划 以及估计7万亿美元的未投保存款 分析师指出 美联储加息不仅激励储户 将存款转移到收益更高的货币市场基金 而且还造成银行债券投资组合的损失 使储户对资金安全感到担忧 这导致美国货币市场基金 最近出现了自2020年以来的最大的资金流入 美国财长耶伦3月23日表示 准备如果有必要采取额外的存款行动 确保存款安全 洛杉矶县蒙特贝罗市 3月22日惊现龙卷峰 造成至少一人受伤 并摧毁了17座工业建筑的屋顶 其中11座严重到消防部门 认为它们太危险而不能使用 龙卷峰同时将附近的一棵大松树连根拔起 附近多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 遭到严重破坏 美国国家气象局证实 龙卷峰当天短暂着陆在此区域 并将龙卷峰评级为EF1级 估计峰值峰速为每小时110英里 这是自1983年以来 袭击洛杉矶地区的最强龙卷峰 气象局周三还证实 21日晚上 一场微弱的龙卷峰袭击了 洛杉矶西北部海滨城市 卡平特里亚的一个移动房屋公园 造成25套移动房屋被损坏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 加州的龙卷峰很少见 平均每年不到10次 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2日确认 退休制度改革需于今年年底前实施 同时表示将寻求与工会重启对话 马克龙首先强调退休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指出退休人员将会越来越多 为了保障退休制度的运转 相关改革势在必行 他认为 如果不进行改革而是继续等待下去 财政赤字问题会更加严重 马克龙表示将寻求与工会重启对话 讨论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状况 研究建立预防职业耗损的基金 马克龙表态后 法国工会和议会主要反对派领导人 相继进行了回应 他们依然反对退休制度改革 法国全国总工会组织会员 近日在法国200座城市举行罢工示威 示威者封堵了通往燃油储备仓库的道路 致使法国国内超过三分之一的燃油站 无法正常供油 更有罢工民众封堵了通往部分机场的道路 致使多处机场运营受到影响 巴黎市中心爆发了自发的抗议活动 抗议者放火焚烧垃圾箱 与警方发生冲突 有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 巴黎的环卫工人连续罢工 导致城市垃圾成堆 巴黎地 巴黎ged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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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